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林 与妻子蔡咪咪结婚于40年 但在2007年立罢案爆发后 蔡咪咪滞留美国 王令林也深陷诉讼 双方已长达15年未见 因分开时间过场导致感情转弹 蔡咪咪2020年8月 以婚姻有难以维持重大事由 向台北地院诉请离婚 且并未要求赡养费 北院3月11日判决哲宇离婚 王令林透过律师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 不会上诉 她感谢蔡咪咪于40年的陪伴 事业发展期间为她分忧解劳 这是难得的缘分 更是上帝的恩典 但感叹重创后的企业可以努力重生 而破碎的夫妻感情却已无法回头 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她完全尊重妻子苏黎的决定 她是永远的至亲与家人 对她的付出永远心存感激 也希望她在一厢一切平安 蔡咪咪主张 1980年5月与王令林结婚共组家庭 她协助丈夫创业 后来因丈夫事业逐渐扩大 甚少陪伴她和女儿 疏于经营夫妻间感情 长期冷落妻女 夫妻关系生变 王令林2001年间搬离住处 此后几乎没有联络 分居期间无意修补夫妻关系 而分居至今 形同陌路 长达15年异地别居 极少过问且生活各异 婚姻显有难以回复的破绽 婚姻不能维持的过失不在于她 请求法院判准离婚 王令林回应 双方是在2005年开始分居至今 确实长期没有谋面 也少有联系 夫妻不论在生活上或感情上 确实有难以维持婚姻的情况 同意请求判准离婚 北院认定 蔡咪咪于2007年1月15日出境后 迄今尚未回台 两人已长期未曾谋面 少有联系 双方对此都无反驳 婚姻是感情的结合 以组织家庭 共同生活为目的 婚姻基础因出于夫妻双方的情感与信赖 使夫妻在精神 物质上互相扶持 但本案两造长期分居一地长达15年 双方关系淡薄也都没有维持婚姻的意愿 认定婚姻难以回复 离婚是由因规则于王令林 因此判准离婚 1957年 蔡咪咪出生于台湾 10岁开始唱歌 带领五花伴合唱团唱了一首 《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自此火遍大街小巷 而蔡咪咪更是继欧阳飞飞之后 第二个去日本发展的台湾艺人 岳阳发展也很成功 在1973年 蔡咪咪获得日本唱片协会新人奖 在那个年代 明星还没有出现天价片酬 艺人只是个看起来光鲜一点的打工人 女明星最好的归宿还是嫁人 要么使劲嫁入豪门 要么就是找个真心人 而蔡咪咪原本以为自己是后者 在事业如火如荼之际 蔡咪咪嫁给了王令琳 王令琳是蔡咪咪的歌迷 当初追求她的时候 也是拿出了十分的真心实意 所以 尽管彼时的王令琳 只是个工资两万五的小科长 深处的王家也还不是后来的大豪门 生意才刚起步 蔡咪咪都毫不介意 王家虽未富 但王令琳的父亲王 又曾在拼搏事业的时候 也不忘风流快活 16岁时就跟家里人吵着要娶太太 大太太是湖南人 在上海拼搏的时候 骗了个上海太太 后来到了台湾又有了个台湾太太 就这样 王又曾陆陆续续娶了四房太太 而王令琳则是二房太太陈佩芳所生 王令琳和蔡咪咪的婚事并非一帆风顺 最初时王又曾极力反对儿子娶一个娱乐圈中人 毕竟那个年代的思想还是老封建 认为歌姬戏子都是下九流的东西 幸好 母亲陈佩芳从中周旋 在楼顶家盖了一层房子 让俩人同居一年 最后才得以修成正果 因此夫妇二人都对母亲很孝顺 据媒体报道 蔡咪咪当年嫁入王家后 并没有如外界所盛传的那样 过上豪门少奶奶的生活 而是在豪门的庞大压力下一路苦撑 蔡咪咪嫁进王家这些年 也正是王家事业起飞的这些年 王又曾趁着好友翁明昌去世 从好友遗孤手中强夺了翁明昌生前创立的力霸集团 甚至对外宣称是自己创立了力霸 此后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成为了台湾的庞然大物 只不过 这些生意事都与蔡咪咪这个微不足道的二房儿媳关系不大 婚后 她没有留恋娱乐圈的灯光与掌声 也没有躺在家里当贵妇 而是和丈夫一起去公司工作 从薪水一万新台币的基层职员做起 新婚的两人自是琴瑟和明了一段时间 但是再怎么样 那时候的女人都逃不过一个魔咒 生儿子 婚后十年 他们接二连三生了三个女儿 就是没有心心念念的儿子 渐渐的 两人身边更是出现了不少风言风语 昔日的恩爱甜蜜也在一点点消失 为了生儿子 蔡咪咪是了很多偏方 但都没有效果 最终 她选择去做试管婴儿 即便是科技更发达的今天 试管婴儿依旧对身体有一定伤害 而且成功率也不是百分百 更不用说早期的时候了 在吃尽苦头后 蔡咪咪如愿怀上了一对龙凤胎 本以为这一次终于对王家有了交代 但上天却再次跟她开了玩笑 胎儿到了孕晚期时不幸离开人世 蔡咪咪还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丧子之痛 再加上为了做试管 身体已是遍体鳞伤 承受不住打击的蔡咪咪 大病了一场 然而 作为丈夫的王令林 在这段时间不仅没有体贴照顾妻子 甚至还嫌弃蔡咪咪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转身就在外面找了个新欢 直接连妻女都不管了 蔡咪咪也是没想到 自己不顾一切为她求子 换来的却是丈夫王令林的日渐冷淡和背叛 对此 她也是心灰意冷 但看着三个还需要人照顾的女儿 她知道生活还得继续 所以 蔡咪咪没有歇斯底里 也无心做出过多挽留 只带着三个女儿安静的生活 期间 母女四人的开销 全靠蔡咪咪在立坝旗下的东森传播公司挂职 领取每个月40万台币的薪水 但万万没想到 这维持母女生计的40万 竟意外把蔡咪咪牵扯进了王又曾的立坝掏空案 2007年 王又曾因掏空力罢 违法行为金额高达731亿新台币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30年 案发后 王家一家都被逮捕入狱 只有王又曾提前知晓 做下准备 撇下一堆烂摊子给儿孙 带着四姨太王金石英逃亡到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躲过了法律的惩处 但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老头子最终还是遭到了报应 2016年 王又曾在美国发生了连环车祸当场身亡 一体停放五天都没有家属前来认领 而蔡咪咪则因为连续六年 在东森挂职领了4000多万台币 以不时领取薪水的罪名被起诉 于是 仓皇无措之下 她也只好带着女儿逃之夭夭 到美国定居至今 不同公共王又曾逃到美国后 依旧吃香喝辣 美女环绕 同样身背通缉令的蔡咪咪日子就惨多了 只敢隐姓埋名 低调出入 一心只想把女儿抚养大 后来 王令环终于刑满出狱 出狱后 她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在国外的妻女 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失业恢复到巅峰时期的模样 期间 王令环的身边再次有了新人 陪伴她出席各种场合 还去医院照顾妈妈陈佩芳 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王令环和蔡咪咪之间 早已名存实亡 但被传统婚姻官所束缚的蔡咪咪 一直没有主动提及离婚 这个举动也掐合王令环的心意 不为别的 她只担心离婚会被分走财产 就这样夫妻二人分居长达15年 从未联系 却也并未签一纸离婚书 只可怜蔡咪咪为她付出了一切 劳心劳力了大半辈子 却得不到半点回报 还有家规不得 不得不说 蔡咪咪的这段婚姻 其实也是一小部分女性真实的婚姻缩影 之后蔡咪咪2020年8月 以婚姻有难以维持重大事由 向台北地院诉请离婚 且并未要求赡养费 之后法院判决俩人离婚了 为了求子付出诸多代价 幸运的也许梦想成真 能过上好日子 不幸运的只能默默忍受婆家的各种冷眼 丈夫的冷漠 索性隐忍多年蔡咪咪终于醒悟过来 摆脱了噩梦一般的婚姻 最后也希望有同样精密的女性 像蔡咪咪一样重新找回自我 开启新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